相信每一家公司未来都会有一个AI的同事 可以解答你新同事的问题 或者可以用来做客服 举个例子 你公司是卖一些针对扁平足的跑鞋 如果有个客户去查询的话 其实TrackGBT是不懂得回答的 TrackGBT本身内置是没有你公司跑鞋的资料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种技术叫做RAG 这个词会很学术 叫做Rechi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即是提供你公司的资料给他再引用回答 所以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是用TrackGBT 有人查询 TrackGBT即是LLM回应 但是RAG的意思就是 首先把你查询的字眼 去你公司资料作对比 你想像一下就等于Google search 但是你不是在整个互联网找东西 只是在你公司资料库里找相关的资讯 你可以设定找多少个相关资讯 例如找三个相关资讯 这三个相关资讯都是和扁平触有关系 然后再将这三个相关资料 再交给TrackGBT 叫他引用资料回答 如果没有相关资料的话 你就要回答不知道 如果你不加这句的话 他可能会乱回答 所以他找完资料之后 他就可以回答到客户 原来你扁平触的话 我们这一对的跑鞋就适合你了 无论你是卖产品卖服务 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嘛 所以这个RAG 即是AI同事 他最基本可以解决到你公司两个问题 第一 就是针对你的新同事 你新同事入职的时候要做Trainning 这个AI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解答到你新同事的问题 第二 就是他可以直接回答到客户的查询 即是变成一个AI的客服 其实不同的AI公司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例如香港最多人用的PoE 里面可以建立一个PoE的Bot 详情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其实里面也有个功能 可以上传你公司的资料 给他引用去回答 TrackGBT里面也可以建立一个GPT 还有Cloud里面也推出了一个新功能 叫Project 其实都是在做相同的事情 就是可以拉你公司的资料进去 给他引用去回答 其实都是属于RAG的一种 就这样听 叫AI去引用你公司资料去回答 好像很容易理解 但在实际的操作上 其实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看完这条影片你就会知道了 大家好 我是网络行丝玩家的阿石 我想在广东话市场讲 这些底层技术的影片是比较少的 大家记得帮手按like和subscribe 让演算法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条影片 在这里很快做一个示范 就是TrackGBT内置的知识 很多时候是解答不了一些本地市场的资讯 举个例子 香港有个资助叫做BUD Fund 它有个比较新的资助叫做Easybud 在问他Easybud的资助多少呢 他就回答了每个项目的上限 是100万 其实这个资料是错的 如果我现在强迫他上网搜寻 再试多一次 现在他显示的资料就对了 即是说他原本用内置的资讯就错了 现在我强迫他上网搜寻资料的话 他的资讯就会对了 在这里简单做个示范 就是给大家知道 引用资讯去回答的重要性 可能你会问 我叫AI什么问题都上网找资讯再回答就行 那需要做RAG呢 但很多时候我们公司的资料 不是全部放在网站上被人看到的 我最近就研究RAG这个技术 我在想用什么文件去做链接好呢 最后我就想到用BUD 因为做了出来可能大家都用得着 因为香港企业都是可以申请基金资助的 首先他申请资助是分成两边的 就是内地计划和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计划 就是要视乎你是发展内地市场 还是其他的市场 而且不是所有市场都可以 例如新加坡是可以的 马来西亚是可以的 英国是可以的等等 在这个网站下面我看到有很多PDF的材料 这些PDF的材料里面就内置了 你申请资助所有的知识在里面 我就下载了这些PDF的材料 然后就尝试给CheckGBT引用这些资料去回答 现在我打开其中一个文件 你发现里面的字数也有很多 其中一个PDF是有44页的 如果我把这44页的东西 copy出来 然后直接贴到CheckGBT的话 它的字数就已经超出了限制了 再者这里是有很多PDF的 而且就算字数不超出上限 你的API 费用也会十分贵的 因为你引用的资料太多 就是要用很多Token 每一次的问答就很贵了 可能在说两三元港元一次 一个问题两三元 一千个人问问题就二三千元了 虽然比你请客服便宜 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RAG 只是针对问题 抽取那一段内容来引用 用的Token就不会很多了 举个例子 现在有个人问问题 你想象就是AI进入其中一个PDF 然后根据那个问题 选择其中的一段 例如这一段 然后再copy 出来 再放到AI引用 但是问题是 怎样令到AI 懂得个别地 找那一段的文字 去引用呢 方法就是 PDF 上传到Database 之前 我们要先把文件 有结构地 去打散文字 去储存 所以我就找了这个工具 叫Unstructure.io 在网站上面 它做了一个示范 就是这里 原始文件有一个Table 如果把Table的文字 就这样扔给出GPT 它引用出来的数字是错了的 如果你用了这个工具之后 去解决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Table的格式 然后你把这个Table的格式 再扔给出GPT引用的时候 它回应的资讯就变成正确了 所以用BUD这个资助例子 其中一个PDF里面 其实也有Table 你看到这个Table里面 是有分类别和内容 如果我们平时用肉眼来看的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一个类别 是在对比这边的内容 如果你不用刚才的工具的话 你会有机会 资料会引用错的 例如下面是购买设备 它应该是引用这些资料的相对 但如果它引用错了上面 因为格式错了 它引用出来的资料就会错了 所以资料不干净 那个RAG就会做得不好 但现在我们用了Unstructure.io 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干净地 去整理到这些资料出来 再分类好才上传到Database 你现在画面看到的 就是它解决出来的格式 是一个JSON的File Format 所以我们放在Database之后 它就会引用这里的其中一节的内容 例如可能是这一节的内容 例如可能是这一节的内容等等 这个是可以设定的 在我的RAG 里面 它就会基于这个问题 引用30个字段的内容 再放入7GB 里 叫它引用来回答 刚才你看到我解决了JSON的File 之后 要上传到Database 我们不是用Google Drive 不是用Dropbox 这一类的Database 而是要用一种叫做Vector Database Vector 其实是一堆数字 我们首先要把文字 透过一种叫做Embedding的技术 变成一堆数字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一些算式 去令到AI知道这句话 是跟什么相关的 其实Google Search Act 都是类似的概念 但是Embedding的技术 我不深入在这里解释了 简单来说就是当用户 输入一个问题的时候 它会把问题变成一堆数字 然后透过一堆数字 去Matching 一堆相近的数字 例如我选择Match 到最近的20个出来 然后它就会把最近的20堆数字 相关的文字 再拿出来 放到Church Widow 去引用它作为回答 这就是做出来的成果 大家可以试一试 首先我问它内地的资助资讯 我设计到它是会判断你的话 在问哪个地方 因为有些人会说中国 有些人可能会说内地 也有些人可能会说大陆 甚至乎说上海 我现在试试问它 如果我在上海开公司 及购买机器能获得资助 然后按提交 你会看到它是会判断到这个类别是属于内地 而且它会引用我上传PDF的资讯 在某一部分和业数 去回答用换 即是可以引经据典 去回答它 然后我试试问一些非大陆地区 在吉隆坡请人 能获得资助吗? 首先它会知道 吉隆坡 即是属于马来西亚 因为它的文件有分内地资助 和自贸区的资助 马来西亚就是属于自贸区 另外我在Prom 里面 和它说了你不要回答一些不相关的问题 例如在香港开公司需要什么文件 它就回答你了 对不起了 我只能回答和BUD资助有关的问题 这次再试试 我不指明在哪一个地区 申请商标注册可以获得资助 你会看到它说 申请商标是可以获得资助的 你会看到在这个情况下 它会同时引用内地资助文件 同时也会引用自贸区的文件 去回答用户 大家有兴趣去试玩这些工具 就可以点击影片下面这条链接 这次的影片简单解释一下RAG 这个技术 如果未来大家有什么想知道更多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见